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最近疫情传播一些特点 特别是对南京这个地面上发生的事 以及通过航空路线 然后对他病毒传播最新的疫情情况的分析 较之自媒体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讲得更明确 似乎更清楚一些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说说这件事 南京揪心 南京这事情突然间疫情引发国内传播的新模式 你说严格管控疫情 加速疫苗接种 现在这些天 大家多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偏偏这时候又出事 这种出事大家都在问 南京的疫情 江苏的疫情会怎么样 心里不安呢 这份不安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对未来的确定性 这份很大的确定性 搞不清楚 没有确定性 所以内心就会焦虑 那现在的问题是 南京疫情究竟会不会失控 或者会不会 说清楚点 那就会不会继续恶化 张文宏认为 南京疫情呢 现在大体遵循着点状 线状 弥散这个规律 刚开始一个点嘛 后来一条线 然后呢 这条线上出现弥散 就跟一个水点掉到纸上 然后向周围蔓延这种情况 这是个规律 那这个点在哪儿 点就在路口机场 路口机场是个爆发点 然后呢 线是什么 线就是航空路线向各个省扩散 现在外省的病例基本上还是在对相关重点人群的筛查当中发现 还处在路口机场相关的传播线上 张文宏说 到目前为止 外省市还没有发现脱离机场这条线的 无源头的较多的社区扩散病例 说到这儿的时候 张文宏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提示着疫情尚处在可控之中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点 线 出去 大概还是在这种状态之下 所以接下来这一到两周 各省市 如果没有更多的二代 三代病例发生 这轮疫情的规模 张文宏认为依然会限制在南京市 所以我们这次出差 这两次出差连在一起 准备放在两周之后 就半个月之后 如果这事情如张文宏所预测的这样 那我们再接着出差 我本来昨天晚上加入了几期节目 没想到出差也取消了 在南京本地 路口机场相关的感染人员 它主要是家庭聚集 家庭聚集是主要特征 路口地区出现比较多的和机场相关的 一嘟噜一嘟噜的 一堆一堆的 一簇一簇的 一团一团的兵力 但是呢 幸好南京其他的城区 还没有出现比较多的源头的这种社区的兵力 不是没有 是没有那么多 张文宏认为这说明呢 大范围社区弥散前阶段 这还是属意的 还没有大规模扩散开来 因此现在处于可控状态 南京目前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 如果管控有效的话 张文宏反复强调说几周之内可能会得到控制 应该对此有信心 关键是接下来一到两周的监测 如果进一步出现了比较多的路口 机场无关的相关病例的话 那疫情就会扩大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现在要采取断然措施 果断措施 我看昨天江苏省长讲了一大段话 那决心是很大的 措施是很严密的 至少强调的是非常厉害 张文宏认为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冷静 冷静 别慌 严格遵循防控的策略 戴口罩 勤洗手 多通风 尽量少出门 我们这活动组织人告诉我说 就是尽量少出门 这句话和让城市慢下来 这个建议 我们取消了这两次连日出差 还有呢 逐步的一个区一个区的完成核酸检测 南京第三轮了 南京第三轮了 那如果熬过去两周的情况可能就会过期 另外一个问题就南京的疫情当中啊 疫苗到底管用不管用 很多人的纠结这件事 疫苗管用不管用 有人说管用之后为什么注射疫苗还有感染呢 张文宏说像这次南京 上次是哪是广州吧 都有人注射疫苗之后也感染 但是张文宏问 如果不打疫苗 感染会怎么样呢 结论是感染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所以到底疫苗作用如何 最后要看真实的世界防控数据 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咱们国内遇到的情况和国际上的情况是一样的 目前在英国在以色列 疫苗接种率是比较高的 到多少了 70%了 70%以后 他现在的感染人数也明显的上升 70% 他是感染人数上升的 但这种发病率上升呢 就不再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了 因为这个病的病死率从去年最高 最高多少你知道 18%呀 小20%了 小五分之一的人 死亡率呀 现在多少 现在呢 最新一周的数据是0.1%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跟流感差不多 流感病死率就0.1% 所以张文宏认为 未来通过疫苗接种 如果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 这个持续和反复 但是如果在全面放肝之后 病死率降到流感死亡率这个水平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消除该病毒流行带来的严重后果了呢 或者说把这个新冠的危害通过疫苗接种在短时间之内 在人群当中免疫力的建立降低至季节性流感的水平 如果他死亡率和流感差不多 那就没有现在这么可怕了 最可怕的时候 18%的死亡 人类如果没有疫苗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群体免疫 可能 怎么不可能 逐渐逐渐实现群体免疫 但是人类通过逐渐逐渐适应而产生群体免疫 这时间就是和病毒相处吧 时间是需要长一些 多长时间 差不多几十年吧 那死的人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说如果自然免疫 你不打疫苗 实现自然免疫 群体免疫 那要付出大量的代价 中国的疫苗的情况怎么样 张文宏介绍了一个情况 说最近在智利完成的灭活疫苗 上市之后出现了持续的观察 在医学上称之为真实世界研究 数据在国际最著名的医学杂志 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 这是硬碰硬啊 中国疫苗硬碰硬测试 智利评估了今年2月2号到2月到5月1号 全国大规模疫苗接种之后 中国疫苗疫苗 灭活疫苗 人群疫苗保护率怎么样 该队的也包括呢 1000多万智利人口 这个规模比较 中国你还想着测试 你还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这个基础样本呢 在两季接种的人群当中 中国灭活疫苗 对预防新冠感染有效率 百分之六十五点九 预防患者住院率 这个保护率 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预防 ICU住院率 ICU叫住院率 叫入住率 保护率是百分之九十点三 对死亡的保护率百分之八十六点多 这个结果表明 中国灭活疫苗 对新冠的重症化 住院和死亡的预防 具有较高的效率 张宏说 如果以减缓传播和降低 病死率作为目标的话 可以承担一定的保护 但是作为清零和根除疾病 那现在中国疫苗拿不到 哪国疫苗也拿不到 没有能达到 做不到 那结论是有用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 未来哪怕我们 每个人都打了疫苗 新冠依然会流行 但是流行的程度会降低 病死率可以进一步降低 放开之后 那当然还会有人感染啊 未来的各个国家 都要面对的是疫苗降低了 病死率与疾病传播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市民还是需要有反共意识 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 包括医院疾控中心 各个方面的力量 最后要达到和病毒和谐相处 那意思就是说 这病毒它不走 那怎么办 实在不走 赶不走 那我们已经降低了 这个感染率 这个病死率 那只好和我们相处了 如果它变成和新冠 和这个季节性感冒 死亡率差不多 那也只好就认了 你能怎么办呢 你赶不走啊 现在的情况呢 张文宏认为 我们现在还不是最难的时候 尽管呢 这个南京的病毒感染 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又是 长期和病毒共存 我们需要大智慧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啊 疫情不会短时间结束 那长时间呢 长时间也结束不了 这话太奇然了 长时间也结束不了 现在实际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常住病毒 常住就经常住你们家了 来了 这回胡亥三来了 我还就不走了 你这麻烦 常住病毒 所以全世界要协会与这个病毒共存 南京现在这次疫情啊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病毒的无处不在 不加小心不行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未来风险一直会有 世界如何和病毒共存 各个国家都在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曾经给出了一张 那么漂亮的打卷 但是南京疫情 这下子让我们吃一切啊 这下子张万红说的比较客气 南京和上海很近 张万红说 南京疫情之后 我们一定会学习到更多 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 一定是这样的 即使保证与世界命运共同体 实现世界的互通 那现在老是这么 这个沟通上 设置这么多的这个障碍 这些不行啊 我们将来是一定要回归正常生活的 但同时又要保障老百姓 要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张红说 我们已经赢过病毒一次了 未来我们会找到 长久的制胜之道 那现在呢 长久的制胜之道 我们找到了没有啊 现在正在找的过程当中 这个南京啊 这次是八天确诊了一百多例 一百七十多例 这一轮疫情当中 一关疫苗的保护作用问题 大家具体议论 南京你看个具体情况 南京接种这么多了 但是现在一下就一百多例 疫苗接种之后 为什么还会感染呢 在德尔塔面前 现有的疫苗是不是有保护作用 关于这事 张红的说法呢 是这样 他说呢 目前啊 疫苗对病毒的综合作用都有评估 保护作用足够 保护作用足够 在这次南京和早一点的今天五月的广东 反台疫情当中 都有人疫苗注射之后感染 你不打疫苗呢 感染就会更多 情况就会更严重 全世界呢 这个这方面的数据表明 我们的疫苗呢 是有足够的保护力的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每一个人 所以大家对于南京疫情的传播啊 和自己之间的关系 都会有一种呢 全方位搜索信息的这样一种 这个动力 我劝各位还是要听权威信息 我刚才说张文宏这一套东西 他是科技日报转载的 张文宏来回答的 张文宏当然是一个权威的人物 那如果这件事你不听张文宏的 听司马男的 听隔壁王男的 我告诉你这事都不靠谱 感谢收看们今天 下期见